在最新的斗罗262级预告里 鬼斗罗成了亡灵军团的鬼王 战力非常彪悍 唐三与天使神战斗的场地也发生了变化 在261级里明显能看到 天使神是与唐三在海面上战斗的 而在262级预告里 明显能看到战斗场地变成了城市街道当中了 并且唐三与天使神的战斗应该是部分伯仲 谁也拿不下谁 与此同时 另一边六怪好像是前往了嘉陵关 看样子是七怪兵分两路了 一路是唐三与天使神决战 另一边则是六怪前往支援嘉陵关 在预告里的嘉陵关画面里 看到了很多死去的封号斗罗 其中有魔雄斗罗 鬼斗罗等等 应该还有更多的曾云落的封号斗罗化成了亡灵 在预告里的亡灵军团中就属鬼斗罗最为凶亡 不仅将马红骏踢飞 还将竹青木白的幽冥白虎给困住了 要知道竹青木白突破封号斗罗后 他们的五魂融合技是可以到达神级的 可想而知此时的鬼斗罗有多凶悍 居然能与神级的幽冥白虎硬碰硬 鬼斗罗应该就是亡灵军团的鬼王了 还有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战场上的尸体都会化成亡灵军团的一部分 还能加快比比东 成神进度 可以说天斗帝国这边是非常被动的 敌人只会越杀越多 并且越杀比比东成神越快 唐三又被天使神拖住了 号爹即使是战神附体 也很难杀光战场上的那么多亡灵 唐号也是会有历解的时候 局势对天斗帝国这边非常不利